3月15日凌晨1点,习惯深夜写日记的汪小飞在微博筛了两张大S与女儿日前逛动物园的侧颜照 这次她的配文,严谨一概直指核心,多配备家人比甜言蜜语强多了 不善于甜言蜜语的汪小飞一直都是用行动来表达关爱 从她口中说出这一句特别有说服力 照片中小月儿站在笼子前好奇看动物 还不到4岁就已经有一双令人羡慕的大长腿了 笑颜咪咪,连神韵都像极大S 近日大S通过微博晒一家四口旅行的温馨照片 并称,玩了一大圈终于回家了 美酒佳肴新朋友,玩雪玩沙,玩孩子泪暴,静气都玩不动了 照片中大S身材纤细,皮肤白皙,气质佳 在线当年山菜的青春模样 一家人雪地滑雪,由水族馆,其乐融融,温馨而幸福 另外还有大S和汪小飞的恩爱合影 两人头贴头,大S露出一脸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意味着老公大洒狗粮献上网友 此幸福微博曝光后者的一众网友纷纷为官病留言称 美死了,喜欢看你的生活照,喜欢看你幸福的样子 突然觉得这样的大S好接地气哦 是母爱让女神的光环更亮吧 太美了吧少女